開年1月初的時候 你就記得這個小馬克思到大陸去訪問 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還特別為了南海問題 就是說兩國外交部之間要建立熱線管道 可是沒有想到 昨天就發生了這起最新的南海衝突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的話 兩個南海的育內國的這個熱線 有發揮到實質的效果嗎 我覺得應該是有發揮實質效果 這件事情正好就讓他們在這一次 就是小馬克思到北京訪問的時候 雙方很鄭重宣布的 所以雙方的外交部門 成立一個設立一個長設的機制 來處理有關領土海域的爭端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正好 就可以交給兩邊的外交部門來處理 那這個基本上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背後是有它的政治意義的 那這個不是說一個單純的一個 雙方的接觸 我想這個最初過去幾件事情 大概剛剛這個建仁兄也提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菲律賓最近在有關這個安全事務上 有一些動作我想是會引起北京比較高的警戒 就是您剛剛提到的背後的政治意義 我覺得背後的政治意義 那這種用這個雷射的這種武器 可能是首度使用吧 或者那雙方在這個所謂的爭端的水域 雙方的海警船艦 我想應該是經常性碰面 應該是不會說是老死不相晃來的 那在就是說碰面的時候 如果說的做法有一點點改變的話 我想它都是一種政治訊號的傳遞 所以我認為這個背後是有政治意義的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事情會不會擴大 我認為不太會擴大 那某種程度我想如果是中國大陸的一種政策考量的話 也是一種提醒的作用 那麼就是說可能雙方在這一次小馬克思訪北京的時候 雙方應該有一些密而不宣的一種默契或者共識 那麼有一條線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這個就是說 如果說有一方覺得這個線 被跨越的比較嚴重的話 可能就要做一種動作來傳遞一點訊息 那我不認為這個事情會繼續往後擴 可是主要是日本方面 事實上對於菲律賓來講的話 日本方面也有很大的經援能力 而且日本跟菲律賓過去在這個貿易投資上面 也有很深的長遠的關係存在 所以日本如果介入的比較深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對大陸來考慮的話 可能是比較要發出警訊的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接下來討論一個重點 剛剛建正老師有特別提到說 小馬可是不管是之前訪問中國大陸 還有最近到了日本去才剛結束 2月8號去日本 結束了五天四夜的行程 然後他在接受這個 日經亞洲的獨家專訪的時候 他就說 因為菲律賓跟台灣的地理位置相近 剛剛老師也特別提醒了 他說如果台灣海峽發生了衝突的話 很難想像菲律賓不被捲入 而且更進一步強調說 未來菲律賓的決策 要看是不是對國家有所注意 但是以菲律賓的國家利益為主 我想請教建正老師就是說 那所以捲不捲入台海的衝突 對於菲律賓考量的國家利益是什麼 國家利益當然很多 但是我們把它縮小 第一個你要看 在台灣有多少菲律賓人 如果台海有狀況的話 他光把那些菲律賓的國民弄走 就不是自己做得到的 等於是撤僑了 老實講 我想在座的對不對 紀文雄 崑玉雄 菲律賓的海空能量 沒有辦法跟北京對抗 可是它為什麼會被捲入呢 就是台飛之間有很多人員 你光講撤僑這件事情 它就是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另外一個就是 菲律賓在面對 整個現在兩強對抗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選邊的壓力 那麼小馬可斯會去日本 也不是光他自己想要去而已 當然美國跟日本都有 在背後都有運作 那麼現在美國策略公開的跟大家講 就是結合起來 大家一起來對抗或對付 應對中國大陸崛起 第一島鏈 剛剛紀文雄也有講 美國人常跟我講 說其實如果你用嚴格的第一島鏈的那個線 把它畫出來的話 其實常態性在那裡作業或訓練演習的 美軍佔整個印太司令部三分之一的兵力 那當然不是在台灣海峽 在南海或菲律賓海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菲律賓你不要看我們國防部每一天公告的 那個中國大陸在我們的這個ADIZ 那個切一個斜角過來在西南 其實那條線的南邊就是菲律賓的ADIZ 所以幾乎等於是中共的軍機在演練 在巴士海峽 巴林灘海峽 等於是也都是進入了菲律賓的防空識別區 所以它當然是閃躲不掉 那菲律賓自己的軍事能力並不強 它最厲害的應該是剿匪的這些地面部隊 但是海空力量它必須要靠別人 那美國又比較霸道等於是硬壓的 菲律賓釋出它的軍事基地 要給美軍使用 從老師的邏輯剛剛講說 就是剛剛講說ADIZ那一塊 然後往南就是菲律賓 對於菲律賓來講當然息息相關 所以它才會講了說 這個台海有失華菲律賓很難不被捲入 特別也講到說 這個尤其在台灣工作的菲律賓人 其實就是最直接的一個國家利益 但我要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在台灣最近聽到說 您剛剛講第一島鏈把它整個這樣串聯起來的話 有一個第一島鏈共同體的想法 最近大家也在討論 那當然也包括了我們的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將軍 他就設想了一個情境 他說如果台灣被封鎖的話 要獨立的反封鎖 光是台灣自己做反封鎖是非常困難的 他說最好的方法就是拖大家下水 拖誰呢 美國 日本還有剛剛講到菲律賓 韓國 全部拖下水 可是問題要把大家都拖下水 大家就想怎麼拖 然後李喜明將軍最近有一個說法是說 那就船艦掛美國國旗是一個做法 這個我不知道這個 昆英雄您怎麼看這些事情 那個李喜明將軍的設想 他是在當年那個情境下面 台灣其實外交 就美中還沒有打開那個狀況 情境下面設想 所以我們要想很多方法 不要被孤立 現在的狀況根本不是什麼 我們要拖別人下水 是美國把所有人都趕下水了 是我們被拖下水 不是 美國人已經把所有人都把日本也趕下水了 把菲律賓也趕下水了 一個都跑不掉 對不對 然後所以這個事情 根本它不用政治面這種考慮不用 我們現在只要把它弄好就好 我這樣解釋一下 菲律賓從這個 菲律賓這個角色看來 第一島鏈菲律賓站什麼位置 在傳統冷戰時代 菲律賓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 第一島鏈從北邊來 日本然後台灣然後菲律賓 接下來左轉到越南金蘭灣 這樣子就把老共的所有的海岸線全部封死 菲律賓同時它的南邊 通過了蘇陸海跟這個雷泰灣那個後面 出去它就是澳洲了 所以它同時也是澳洲防線的前緣 所以這個地方菲律賓不能丟 一旦丟了 那不是什麼中國南海台海這種這種問題 它連澳洲第二島鏈都守不住 那個很關鍵的位置 對那個非常關鍵的位置 所以美國現在 然後大家講說美國跟菲律賓要了四個基地 那麼事實上美國在菲律賓 本來就已經有五個基地了 它現在又要了四個 還有一個還在談判 它以後要放十個 那像剛才講的那個衝突點 衝突點在仁愛礁對不對 仁愛礁你看那個地圖上面 隔五百公里 那個在地圖上面就一點點 就是一條長條形 那個叫巴拉旺島 我們想到巴拉旺島 都想到陽光美女沙灘嘛 然後可是那個地方其實是美軍的 整個南海防衛的重心 它背後有個空軍基地 現在美軍又在那個地方還要一個基地 因為那個地方就是輸入海屏障 巴拉旺島如果丟掉的話 那就拜拜了 這次四個裡面就有一個巴拉旺 就是在那邊 對 就在那邊 另外一個是卡加岩 卡加岩就是跟台灣屏東遙遙相對 就控制巴士海峽用的 那麼我們這樣講 這一次的事情 其實剛剛介大師講得很對 它就是政治動作 雖然它是一個非致命性武器 但是騷擾性很強 那是滿有敵意的動作 還有敵意的動作 那麼老共用這個方式來對應 這個菲律賓的這個海序 他擺明就是給你施壓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你什麼美國人跟你撐腰 我還是會弄你 所以這個其實簡單來講 其實它是不是一個政治性 非常高的一個動作 對 這種動作 這種衝突跟或者是逼近 或者是甚至拿水炮射擊這種東西 在海巡事件 或這種南海的灰色地帶衝突中間 屢見不顯 它可以公開跟不要公開 當它決定公開的時候 它就是要想要做一個政治性的操作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講到 南海這個最新的爭議 還有包括台海的這個緊張的局勢 最近大家也在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 是不是進入到一個新冷戰時代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走進疫情與戰爭的雙重挑戰 走進美中台三方的政經國藝 走進地緣政治中的戰略齊局 環運全世界2023再升級 每週二到週六晚間9點 帶您走進全世界